他这个嫁给一个也很有钱 他这个公公以前是在养鸭 然后后来就养鸭 鸭子卖了以后 那时候他又炒地皮 炒那种田地 田地变成了建地 所以很有钱 他嫁给这一部人家 可是一直都生不了下一代 那世环以后也做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 那公公就下令了 公公说我呢只有单传这个儿子 你如果再不生 我就让他娶小老婆来生 哇 这个女人哗哗哗哗哗哗 他这个跑来跟我诉苦这件事情 我说那你要不要去求 看看那个观音颂子或什么 听了以后回去呢 他居然他不是在去求观音颂子 在他们家的大厅外面 拿了那个拜天宫的那个藏箱 他已经很伤心了嘛 人有时候话不能乱讲 老天啊 天宫啊 你就亲才发一个 你不要乖的儿子也没关系 不然就 如果一个不够 你发两个三个 我都没关系 你不要乖的儿子 这个之后呢 过了一年 家里准备要给他娶小老婆 给这个公公 公公要准备要给他相亲到 他怀孕了 怀孕了呢 就生下来 生下来呢 在这个之前呢 他一直不生 他先生呢 就去问通灵的 说我怎么 这个 怎么做都生不了小孩 那个通灵的那个 党基跟他讲说 你好像有 你好像有这个 三条狗跟你诅咒 他说三条狗跟我诅咒 他说你好像把他给吃了 怎么吃了 还想起来 他小时候 他爸爸在养鸭的时候 那个上面 载着鸭子 那有一条狗 跟着他船边 跟着他船边呢 那他因为有弃船 他本身有弃船 那这个 爸爸就想起来 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 气船 吃那个狗的那个 还没有生出来 那个 包在胎包里面那种 把他烤一烤 吃的话 那个 气船就会好 有这种事吗 这个是有流传 没错 但是呢 就比较残忍 结果那条狗 他是怀孕的 有不大的小狗 他就用那个 那个划船的那个 阿波尊娜的那个竹竿 就把他 硬把他 弄腻水腻死 因为 那个狗 还没到生的时候嘛 那当然里面有胞胎 他回去就 弄给他小孩吃 弄给他小孩吃呢 其实这个狗 那个通灵 就跟他讲说 这狗在诅咒你 没有下一代 因为他的下一代没吃了 后来他果然生了 第一个老大 然后又招地 生第二个 哇 又招个弟弟 三个人 三个人呢 三个人呢 就是从 家里当然很宠 因为本来是绝食的嘛 后来慢慢养残了 三个小孩都是不成才的 后来呢 就慢慢呢 就是 这个 爷爷就死了 爷爷死了 财产要留给爸爸 三个人居然跟爸爸讲说 你 等你死才过给我 我们现在 你能不能分四份 就你一份 我们三个 你老爸比较生的过命 不到一年 他爸还那么好说服喔 好不容易有一个 生三个小孩 想说是传宗接代嘛 那后来就 这三个人呢 在一年之间 把他们自己的财产败光 我回头跟他老爸讲说 能不能在 再把你的财产编卖 到最后他爸爸现在都是 像个讨乞丐盖一样 在里面 在里面 你救救这些财产被 孩子花光了嘛